使得各国纷纷跟进美国一同封杀华为 华为在国际上正面临挑战 连华为在欧洲的总部 德国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市场 如今也考虑效仿其他盟友 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在5G建设中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 华尔街日报17日援引一名德国官员的话说 德国政府正设法加强安全要求 目的就是将华为排除出德国的5G移动网络建设 加上自从华为公主财务长孟晚舟被捕之后 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陷入紧张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 昨天在记者会上警告沃泰华当局 如果敢封杀华为的5G设备试试看 小心后果 根据中国商务部和美国专利咨询公司 Lex Innova的统计 中国目前在5G核心技术领域拥有10%的专利 5G是中国的世纪机遇 卢沙野就华为5G的问题 在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提问时 便对加拿大呛声说 如果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参与当地的5G项目 会有什么后果 他不知道 但相信一定会有后果 并警告加国政府要做出明智的决定 卢沙野在记者会上还说到 加拿大外长方慧兰 若在下周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继续公开寻求支持 事情就没完没了 他说如果加拿大真的有诚意解决问题 就不应该这么做 希望加方要三思而后行 对此 加国舆论则认为 中国根本是挑软柿子吃 不敢对美国采取强烈手段 而对加拿大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 针对华为风波 中国双欧部本周也曾表示 一些国家散布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 属于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并承诺中国科技发展并不会威胁世界 纽约时报曾引述 华盛顿一家风险咨询公司高层的观点 认为华为受中国政府的名声拖累 纳米高层说 华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中国人 被中国政府在网络间谍问题上的 半半物鸡连累 还说到不仅华为 任何活跃在国际舞台的中国科技公司 都面临相同情况 路透社一位中国专栏作家也表示 就算华为从现在起加大力度提升透明度 也未必能停止各国的怀疑 怀疑中国的5G技术非比寻常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云山整理报导